佛说实不实灭 实灭就是滅了第八意识的维系意识 实在不就是并未 其实并未真正的第八意识维系是灭 而入正寿才入灭尽定 一习气种子不灭 以底下加第八识 以第八识的习气再加上五 这个种子维系太维系 以第八意识的维系的习气种子 因为它太维系了 种子的底下就是太维系了 非恶圣人所能灭 所以称为不灭 不灭就是不是恶圣人的能力 超越恶圣人的能力范围 以第八识种子习气太维系了 非恶圣人的定会力所能灭 所以叫做不灭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因为这个恶圣人的内心 它是生出无量节来 在最急的维系的习气 种子还在 它对境界还会起这个现行 所以故不灭 故恶圣人实在是没有灭掉第八识 故不灭 故恶圣人实不灭第八识 它并没有灭掉维系 真正灭掉维系的第八识 以境界转 就是因为境界因为六层 这二圣人死不灭第八识 以六层的境界转 就是生起 转就是生起 射受不惧 射受不惧就是没有能朔 以六层的境界 生起的时候 这个六根不射受六层 不惧就是没有能朔 暂时没有能朔 六是暂时的辅助 不取六层 叫做射受不惧 惧主是有能朔 叫做惧 不惧就是有能没朔 或者有朔没有能 叫做不惧 这个射受不成功 简单讲 就是六是战俘 不取六层 能朔不惧主 顾灭 称之为 灭 称之为四灭 他们把这个六层 跟六是 不惧主 没有能朔 这个时候称之为四灭 意思是说 事故二圣人所修的法 并不究竟 佛在这里 这一段 就是完全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二圣人 所修的法 并不究竟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到泰国 或者小胜的国家 这一段不能谈 谈他会反感的 会反感 就像小胜 毁谤大胜 小胜毁谤大胜说 大胜非佛说 大胜是灌水的佛教 灌水的佛教 就是说 一杯牛奶 是原味 可是你把他加到十倍 他讲了一些 佛教的一些神通 太多神通 匪夷所思 所以小胜不相信 大胜是佛说 大胜 有时候也批判 小胜说 交调拜总 不究竟 小胜不承认 这是我们才是保有 佛教的原始的 传承 他们送菩萨界 就说 菩萨界如圣阿佛 你看到吗 我们以看到为主 我们看到的是 释迦牟尼佛 他不承认 不承认 所以在这个时候 生活习惯完全不同 你去小胜看 他们不吃素 给什么就吃什么 他们来到台湾 他说 佛丽瓦斯 你看你们大胜 也是分别心 一定要选择素 素的才吃 是不是 我说 这怎么讲 因为大胜 菩萨道的精神 就是 要自解决他 要自救 要救人 因为第一个就是不杀身 这符合大胜 菩萨道的精神 在整个中国大陆 台湾 已经形成一股 氛围了 它是整个的文化 几乎 那么 提倡吃素了 那么 就到现在为止 就是大概有几百年 上千年 那么因此 我们现在来讲 变成 佛一开始 传了这个 严实佛教 布派佛教 整个像密宗 他们都追派了 几乎都没有在吃素的 大胜佛教 又录 这个 这个梵 这个梵 梵梵菩萨戒本 一出 那么这个梵梵菩萨戒本 那个是送出来的 就是祖师送出来的 记录出来的 你要犯本 你找不到 几乎找不到犯本 也有 英诺经 菩萨戒本 等等 还有六众二十八千戒 还有这个 我们呢 十众四十八千戒 所以 在小生来讲 他们没有这个戒点 因此 他们 不承认 因此我们过的 才是严实佛教 佛陀的真传者 是真正的佛的弟子 你们这个 已经被稀释了 一杯牛奶 稀释了十倍 你们讲的 这个是 汉的 太离谱的佛教 他们完全不相信 那么这个就是大小事 那么这一段 就是 佛讲 就是二十能 确实是不究竟 你已经看的 所以师父就说 大圣不但是佛说 而且是究竟说 是究竟说 就是师父讲话 是有遗迹的 不是胡扯的 就是遗迹这一段 大圣是 佛说 而且是究竟义 才能够成佛的 这在变下去 大小圣在变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思 还是尊重个人的文化 所以你到泰国去 像我帝 带我妈妈去泰国的时候 我妈就说 哎呀 你怎么吃这个 我说 你点点 点点 他们 席地而坐 在大殿 释迦牟尼佛前 就席地而坐 就 佛向前 就席地而坐 波都摆在地上的 我就带 苏玛去参观 苏玛说 叫他安静的 静静的 静静的 所以 个人尊重个人的文化 大圣大圣的传承跟文化 小圣小圣传承文化 密中密中的传承文化 各一级经典 司空毕竟不一样 我们互相 彼此互相尊重 只要守佛的戒力 那么我们都随喜赞叹 这一段 就是讲到师父 说大圣是佛所 而且是究竟义的依据 229 我再把它前世一下 所以二圣人 二圣的修行人 如是修行 如以灭受想 禅三昧 但是第八意识的 维系 吸气 转变 撒那生 撒那面 这么维系转变 二圣人的定会力 是善不能截止 维系这个第八意识的 没办法截止 而做试炼 我已经灭了第八意识了 所以我才能够 入于禅三昧的 灭受想定 死 其实 佛说 其实 并不就是并没有 灭第八意识的维系 意思 而入 灭 均定 镇定 镇受 因为第八意识的习气 种子太维系了 不是二圣人所能灭 所以就是种子不灭 因为习气 种子不灭 就是二圣人 以第八意识的习气 种子太维系 所以二圣人的定会力 所能灭 因为二圣人的内心的双处 无量意识来 罪集维系的习气 种子还在 对境 有时候会起这个现行 故 二圣人 实在是不灭 第八意识 以六层境界 生气 只是暂时不计射受 射受不计 就是不计射受 反过来就是没有能守 暂时没有能守 射受不计 就是没有能守 暂时没有能守 他们就把它称为灭 他们就把它称为 灭了第八意识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二圣人所修的法 并不究竟 对 这一句 只能在大声的国度讲 你在小声国度讲 这个他生气了 只认为你大声在棒 棒这个小声的 这个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修养 你到泰国去的时候 你吃三样 三种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吃榴莲 点点吃就好 对不对 喝喝椰子 哦 那个泰国的椰子实在是好 一棵这么大 一棵这么大 对不对 一棵这么大 然后 贵口十块 这这么便宜 这在台湾的不得了 我看了两百块 买不到 泼开来 我说 妈你先喝 你先喝 说哇 这什么什么好喝啊 好喝啊 当然好喝 但你出国就是要喝椰子的 那喝一喝 是不是啊 但是那个泰国啊 那个 慢一点再买那个 这个喝的比较不会上火 这第一个阶段 一百块一百块 两粒一百块 买了以后 嗯也很便宜啊 到第二站 三粒一百块 我就越便宜啊 到第四个 四粒一百 四粒一百 我起先买了那两粒 就越来越喝火气 就越大了 所以那个到泰国去喝椰子 会上火的 到最后 五克一百 哦 火气就驾起来了 哇 要知道就买了 这么买就好 火气就驾起来了 这个就是泰国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懂得大声的思想 我们去泰国啊 Sawad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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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adika就是你好嘛 对不对 你好 到韩国去 你好 你好 也要这姑娘 那姑都开过了吧 你还好 过来就没想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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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度 再来 注释 修行者 指二圣行人 入禅三昧 指二圣所入的灭受享定 唯息息气转而不截之 为二圣行人一灭尽定当中 其第八世中 仍有唯息的种子息气转变 然此种子息气转变及其维系 非二圣行人所得之定会力 所能绝之 四灭 然后入阵受 阵受就是三灭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灭尽定 三灭以前 三灭以一切受不受 所以称为阵受 此际为 二圣行人这么想 认为他已经灭了八世 然后才能得灭受 想定是不是灭而入正受 其实他并未灭了八世 而后入灭尽定 二百三十 以吸气种子不灭 所以就不灭 以为第八世中的吸气种子 仍未灭 所以他实未灭八世 一境界转 射手不惧 故灭 那么他为何会以为 自己已经灭了八世了呢 那只是因为 当六成境界升起的时候 他压抚了六世 令不去直起 分别诸臣 因而六世不起现行 如是而已 只因六世不起现行 心中激进 暂时没有六世 出浪升起 他就以为已经灭了八世 所以他说了 他灭了八世 一贯 比如二圣的修行者 入一灭受想三灭的时候 此时他八世中 仍有维系 这种子习气转变 而此行人 以其定会之力 不能截之 此维系之转变 反而这样想 我因为灭了八世 所以才能入 灭禁定 其实他并没有先灭了八世 而后入灭禁定 因为他第八世中的习气 这种子人未灭 此习气于对境的时候 还会再生现行 所以其八世死不灭 而二圣之所谓灭世者 只因以六成境界升起的时候 他压抚了六世 不起直起六成 因而六世不起现行 故其称之为四灭 二三年最后一行 说大会 如是维系藏势 究竟边际 处诸如来 及驻地菩萨 主生们圆解 外道 修行所得 三昧智慧之力 一切不能测量绝了 这一句话 就更证明师父 所讲的是正确的 大圣是佛说 而且是究竟意 究竟说 这大会 如是维系 维系就是形象 很维系的仗势 究竟的边际 边际就是他的内涵 他的内容 形象 如是形象维系的第八 他仗势究竟的边际内涵 怎么样 除了 又有功夫的 又有功夫的 除了诸佛 如来及驻地 驻地就是入地菩萨 诸就是其余 一切的生门 没办法了解 圆解也没办法了解 外道就更不用讲了 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 一切不能测就是揣测 量就是度量 绝就是决定 了就是了知 意思是只能一测 比量而知 不能限量 因为他没有正量 没有佛的智节圣制 所以没有办法限量之鉴 没有办法限量之鉴 只能用测度的比量而知 所以因此 在这个经典里面讲 假使摄理佛一目见年 经百千节 不能测佛制 当然他们是佛视线的 或者诸菩萨视线的 只是演绎出席给我们看的 意思就是能锁不断的 这个二圣人最后能锁战俘 仍然有威胁的第八意识 所以他们不能测佛制 他问题出在呢 问题出在测 想要去测 这个问题就是 佛法你想要去理解 就不对 佛法是 维心限量的 正量的境界 佛法是正量的境界 是真正实修实物的东西 佛法它就难就难 难得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说修行不对 因为本来就 诸法本空 修什么行呢 说不修行 一次 所有凡夫都不修行啊 所有凡夫都不修行 大家都是佛吗 对不对 那不是 一测不对 一次是放想 不测 不想去理解 那就跟佛 离佛越来越遥远了 或者是我解佛意 你不对 佛意不可解 无生是第一地 圣量 圣言量 圣一地的解脱境界 是为正相应的境界 不能解 那我不解解 我不解解 越来越一次 解如来意也不对 不解如来意也不对 为正相应故 佛法它就是难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 二百三十一页 注释 注地菩萨 注地就是入地 绝了 就是决定了之 因为 只能一测 比量之之 不能限量之见 什么叫做限量 限量 限量就是自觉甚至的限量 限量就是正量 什么是圣能 什么是佛 限量的解脱 正量 正量的解脱 的限量 就是佛 一贯 此节之大义为大会 如是形象 威胁之仗势 其究竟之边际 一切内涵 除了诸佛如来 结入地菩萨之外 其一切身份 圆解 其以外道 所修 行 所得 这三昧 智慧之力 都不能揣测 度量 其定了之 全论 这两节的重点在于说 仗势的习气 编辑 唯有佛于地上 菩萨方能 决定了之 非二圣 外道之定徽力 所能之 然而二圣 德少为主 外道 多于邪见 不知八世之 生死根本 而只压佛了六世 自定不生 就以为灭了八世 认为那就是涅槃 所以叫做 方便涅槃 方便友谊 以涅槃 友谊涅槃 有的是无一一涅槃 有的是究竟涅槃 有的是性境涅槃 就友谊涅槃 还没有断的究竟 就是友谊涅槃 故自以为 已经正的涅槃 得到果了 所以能且科解 这么说 唯有诸佛 菩萨如是了之一切 虚妄境界 明见之心 维系之流注上面 其本体就是不动增长 故能超越生死 而正的涅槃 这个是正量 生死与涅槃 就没有距离了 生死体空 就是涅槃 所以正的涅槃 涅槃也不可得 涅槃也不可得 二百三十二页 以地向智慧 瞧便分别 绝段聚意 最胜无边 善根成熟 离自心 信妄想虚畏 愿坐三年 下宗尚修 能见自心 妄想流注 无量插图 祝福灌点 得自在力 生通三昧 诸善之士 佛子 眷属 必心意意识 自心所限 自信 净却 虚妄之想 生死 有害 夜 爱 无知 如是等因 细意超度 世故 大会 主修行者 应当清净 最胜 之士 二百三十二页 这一段很复杂 不容易讲 要发挥的毅力 角度非常的多 慢慢的去理解 体悟 余地 余地项 就是出地到等节 从出地到等节 智慧就是智慧力 巧就是善巧 便就是方便 分别 诸地的形象 从出地到等节 这个余地项 它这个智慧力 善巧 方便 分别诸地的形象 是怎么样 读 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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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诀了 无获 完全不迷惑 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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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从处地到短节,智慧力,善巧方便,分别处地形象,都怎么样,绝了无获,断定了无疑。 就像如来,共同所学人说的无上遁法,百霸俱法,最殊无边善根成熟, 圣就是殊胜了,无边就是无量。注意那四个字,善根成熟。 这个特特特别的重要,善根成熟。善根不成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善根成熟,听经文法充满着喜悦,将来必定成佛。 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菩萨以无量佛所修集的无边最殊胜的善根,都已经成熟。 不成熟,佛也没办法。 因此你今天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你的善根成熟。 善根成熟什么意思?就是善根具足了。 佛德啊,修够了,善根因缘都具足了。 那么一刹那之间,就去入大菩提,就敬意。 这最殊胜无量,善根已经成熟。 就是这个菩萨在无量劫来,无量佛所所修集的这个无边, 最殊胜的善根皆已经成熟。 离至心献妄想续位。离就是见见。 为什么讲见呢?这里补上一个见。 因为前面是讲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到十地的等级嘛。 所以要加一个见,离就是不是一下子, 这见离于,见的见。 见的离至心所现的妄想。 怎么样?妄想就是无明的细流。 无明的维细之流。 虚就是虚位。 虚位。 怎么样? 虚位,重点在讲什么? 重点在讲习气。 人为什么会有虚位呢? 因为人有虚位的习气。 而为什么会有虚位呢? 因为有妄想。 所以啊,接下来呢,到这一段,就告诉你啊。 问题,已经有个眉目了。 渐渐离了这些虚妄,虚位的习气了。 怎么样做呢? 从底下来,是正式,有如实至修行。 断种种的障,正如,进而得利,起作用。 所以啊,焰坐三连。 就是啊,如诸有。 这里就是如实的修行。 就是完全正见到真如的修行。 这一段很重要。 这个时候呢,方便焰坐三连。 焰坐三连,不但外面激净,内心也是激净。 外面激净表伐,内心激净,是真实境界。 接下来,下中上修。 下,中,上,就是有一种赤地。 菩萨修行的赤地。 菩萨修行的赤地。 在维世协里面讲,入心,住心,满心。 赤地菩萨有三十心。 在维世协讲,有三十心。 那么就是,入心,住心,满心。 就是下,中,上的赤地。 修,注意这个修,就不是修了。 这是如实,还要圆修。 圆修,因为他见到真如的圆满清净。 是自信啊,是圆修。 所以啊,每一地都有下中上修。 出地有入心,住心,满心,下中上。 二地有下中上将修,如实的圆修。 那因为各地,通通具足有,下中上,就是入心,住心满心啊。 在维世协称为三十心。 这样啊,如实的圆修。 赤地赤地,其实是圆顿。 接下来啊,用限量的真智来能见,至心,妄想,留住。 所以,邪佛最了不起的就是认识自己。 邪佛最了不起的就是把自己的内心的妄动看得很清楚。 用限量的真实的智慧,就能见到你内心里面那种妄想、动荡的留住。 八十的现行与种子,就是留住。 八十的现行与种子,你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书你有相当的功夫了。 无量、岔土、诸佛、冠灵,变成了补处佛。 补处佛,得自在力。 自在力,就是力,就是智慧之力了。 德、自在、智慧之力啊。 接下来,种种的神通三昧,主善之士啊。 一切的善之士,佛之为其见书。 佛之当然就是大菩萨了。 佛之当然就是大菩萨了。 比心意义士,就是前妻士, 仗士以及前妻士, 比菩萨怎么样都能彻底的了悟。 他所行的一些境界, 是比心意义士,自心所限,自性境界, 虚妄之详。 都已经超度。 因为这一段比较长, 所以要这么重复的念。 比菩萨能够了悟心意义士, 就是已经灭度了,超度了。 啊,接下来,这心意义士, 所行的境界,无不照料。 怎么维系,怎么吸系, 它都照料。 啊,接下来是, 前妻士自心所限的自性境界, 本无自体性的六层境界。 这个叫做自心所限的自性境界, 虚妄之详。 意思就是, 前妻士从仗世显现出来的, 本无自性的六层境界, 就是了境啊, 无性, 为心所限。 就是自性所限, 自性境界, 希望之详。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彼等菩萨, 已经超度了, 得业度了, 心意义士境界, 同时呢, 也超度了, 前五次, 从仗世所显现出来的, 空无自性的六层境界。 还有, 了境无性啊, 为心所限。 还有怎么样? 也了悟了虚妄之想, 也了悟了第六意识能所不乱, 完全是希望之想。 为虚, 为妄。 那, 为虚, 为妄。 妄心对妄精啊, 所起的第六意识心, 是妄想。 妄想是主观啊, 妄境是客观啊, 这个通通是虚妄之想。 也, 怎么样? 超越了。 同时也超越了, 两种生死。 分段生死, 还有变异生死。 同时也超越了, 山游, 三界, 生死。 生死如大海, 一直啊, 投出投没。 游海, 就是山游的大海, 三界游如大海, 投出投没。 也超越了山游, 投出投没, 生死的大海。 同时也超越了, 善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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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超越了善恶业。 超越善恶业, 当然, 就是, 无业一生倾, 无业一生倾, 接下来, 也超越了善欲。 这个是任业无名啊。 无知, 无知就是根本无名啊。 无知就是无名啊。 无知就是根本无名啊。 如是等于, 细以超度。 简单讲, 超度了两种生死, 也超度了山游, 生死的大海。 也超越了善恶业, 见到真如。 也超越了任业无名的爱欲。 也超越了根本无名。 如是等于, 统统超越了。 细以超度, 就是超越灭度。 由于菩萨, 顿见至心啊。 万法既然微信, 邪及之菩提, 无法就万言放下, 情祸, 情妄, 祸尽了。 所以能够超越以上种种的生死之因。 情妄, 祸尽, 就没有生死。 所以你所有的执着, 情妄了。 祸也尽了。 所以啊, 由于菩萨, 顿见至心啊。 情妄啊, 祸尽了。 所以能够超度以上种种的生死之因。 世故大会。 主修行者, 应当, 应当就是一定要。 不容许你有任何的选择。 和犹豫, 一定要, 清净最圣之士。 最圣之士。 那么最圣之士, 在经典里面, 我把它, 归纳起来有三点。 有三点。 一, 最重要, 它有正量的功夫。 有正量的境界。 那么如果分次第来讲的话, 就简单把它讲一下。 你一定要清净最圣三之士。 有三点, 能称为最圣三之士。 一, 持戒, 清净, 德沙满。 也就是, 深净, 以净, 意净, 深口意。 三叶清净, 最后一个, 戒净。 只要这四种清净, 方得称为最圣之士。 因为这三叶清净, 深净, 以净, 意净, 戒净。 德沙满。 他一定明了因果。 他教导你的, 一定不会说, 违背因果的事情。 他持戒清净的比丘, 他一定教你持戒清净的吉士。 叫你所做, 不能违背因果。 不能违背因果, 就是非常殊胜的善之士。 但是这个还不够。 第二点, 一定要明本性, 见本性, 有正量。 这个是第二点。 这是最圣之士的第二点。 最后一个, 第三点。 能解如来究竟第一圣一地, 能解第一地大空, 真如之心, 了极心就是佛。 能洪传, 如来究竟第一地圣一地, 了第一地大空。 真如之心, 了极心就是佛。 这是最圣善之士。 如果把它归纳起来, 如果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有正量, 持戒清净的大物。 这个叫做最圣善之士。 你单单持戒还不行。 那要有正量。 有明本性, 见本性。 所以这个最圣善之士。 那我们现在不好找。 那不好找的话, 我们就依照经典佛所讲的来依靠。 整段, 我把它贯穿起来。 二百三十二页。 出地, 这等觉, 这余地像, 智慧力, 善巧方便, 来分别出地的形象。 这些都正得真如, 怎么样呢? 其了无惑, 断定也无疑。 如来呢? 怎么样? 所说的无上遁法, 一百八句的法, 它是最殊胜, 而且是无量善根成熟。 为什么呢? 这个菩萨在无量异解, 无量佛所, 都修集无量最殊胜的善根, 皆已成熟, 因缘俱足了。 这些正得真如的, 诸地菩萨, 善根福德因缘俱足, 成熟了, 就建立于至心所限的妄想, 无名为习之流。 这种种的稀微, 种种的习气, 都慢慢地远离。 从此以后, 怎么样? 如实质地修行, 断种种的障, 正真, 种种的真, 进而得到种种的作用。 因此, 列如, 列如, 因此, 方便验坐, 山林树下, 其境之处。 照见, 怎么样? 下宗上修, 种种的次第, 入心入心满心之三十清, 如实的元修, 用限量的真挚, 能见到自心妄想, 八世所限的种子, 以稀气的种种, 维系之流。 无量的刹土, 诸佛贯点, 他补助, 他得到补助佛, 得自在力, 自在智慧力, 种种的神通三昧, 诸佛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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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其见属, 常常围绕。 那么, 葬式以及七传式, 比菩萨, 也能够, 非常的清楚, 心意, 意识, 所行的境界, 维系的境界, 都非常的了物了, 照见。 前五世, 于葬式心中, 所显现出来的, 本无自信的六成境界, 了尽无信, 为心所现。 而第六意识, 也了物了第六意识, 能所不断的虚妄之想。 因为, 为虚妄之想的缘由, 是因为有主客, 恶观能所不断, 忘心对忘境所起的第八, 而第六意识, 心之妄想。 有这样, 种种的神通力, 也了物了心意识, 也自觉的了尽无信, 为心所现。 这个时候, 便超越了分段生死, 还有变异生死, 两种。 也超越了三界的生死, 大海投出投没, 也超越了善业跟恶业, 也超越了爱意, 困死任业无名, 同时也超越了根本无名的无知。 卢士等因, 细以超越灭度, 因为菩萨, 顿见了自心, 情妄或尽了, 所以能超度, 以上种种的生死之因, 事故大会。 主修行者, 应当一定要清净最胜善之士, 最殊胜的善之士, 就是还不能是善之士, 善之士还不行啊, 上的善之士还不行啊, 还要最胜善之士, 最殊胜的善善之士了。 简单讲, 善业持戒清净, 明心见心有正量, 能仅如来究竟第一地, 能红传佛陀的正法转大法轮, 你要极心就是佛。 那叫做最胜善之士, 没得选择, 你想要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就是这样子, 没得选择。 我们后面一段来把它讲完, 因为我们下次上课是12月29、30, 到时候你们都已经忘光了, 所以这个后面把它念完, 剩下大概几分钟啊, 不会超过十分钟, 这一段它一定要讲, 要不然它不到一个段落。 所以大家再忍一下, 主是余地相,余是别的, 地是登地啊, 为以凡是要不同的其余, 已有登地之相的大菩萨, 从出地之以等觉, 皆是修如实行者。 诸位, 见到真如, 本性叫做如实行者。 智慧巧遍分别, 为修如实行, 见真如自性的修行, 叫做如实行的地上菩萨, 以及智慧力善巧方便分别, 诸地形象。 截断去意, 截就是绝了无祸, 断就是断定无疑, 见真如的人, 就是绝了无祸, 断定无疑。 所以, 天经文法, 一定要以清净自性, 正量, 清净自性流露出来的法, 那些究竟意, 是真实法。 具, 是有通意, 别恶意。 以通意, 只如来所说一般法句, 教法, 而别意, 只诸佛所供说之无上遁法, 只百八句, 只为菩萨与此一切法句, 其百八句之意理, 绝了无祸, 断定无疑。 最胜无边善根成熟, 最胜为最殊胜, 无边就是无量。 此位, 此菩萨与无量佛所, 修极无边, 最殊胜的善根皆成熟, 之二百三十三页, 离以至心献妄想虚慰, 为菩萨因福慧具足善根成熟, 故能见离以至八世心中所限之无死妄想, 无名细流。 细位之习气, 焰作三灵, 焰作就是阿静作, 焰就是安焰, 以静作必须身心安静, 故称为焰作, 三灵为极静处修道之所, 三灵极静之处为修观有力之助缘, 从此以下为正式以如实制, 修行断葬正真, 进而得力启用。 下宗尚修, 因为菩萨诸地都具有入, 入心, 助心满心, 三个阶段, 在维世协称为三十心, 我们在维世协已经讲过了, 所以下宗尚就是修, 就是菩萨修行的次地, 渐渐转圣, 能见至心妄想留住, 能见就是照见的意思, 即使入地以后所得的限量, 真知, 此真知能令菩萨之真, 本有达妄本空, 原造无碍, 所以此能见至限量真知, 实为根本修因。 简单讲, 开悟见性就有根本修, 其他通通叫做自末的修行, 不是本性写法无益, 不是本性了解本性本性, 它就是能入根本修。 留住即八十种种子以现心的习气, 灌顶即得受佛职位, 如王子的前王, 灌顶而得王位, 这是因菩萨修习智慧, 已能测尽八十种子种子习气, 当体即使极净智慧, 故得祝福灌顶而为补处。 以心意意识, 为比菩萨一致八十之心意意识所行境界, 无不照了。 此言菩萨了心本集, 自心所现自心境界, 为此菩萨诱于智障, 是心中所现的本物自体性, 是六成境界, 亦细造了无疑。 上纪说菩萨了心本集, 此季又更进一步说, 了净无性,为心所现。 希望之想, 为一八十心即自心, 限之六成境界, 所起的种种希望分别之想, 此即称善二极言, 菩萨不但了心本空极, 也了成境无性, 为心忘现, 更了依此等妄心, 以妄境所起的种种希望, 分别之想, 细无自性, 细皆无性。 此生即分别言之, 也就是心意意识, 此指仗势于其转势, 至心所现的自性境界, 指的是前五世。 希望之想, 指第六一世。 生死指两种生死, 也就是分断生死与变异生死。 简单讲, 什么是变异生死? 就是第八一世没有断尽, 就有变异生死。 这样你就更清楚。 因此, 菩萨将述正佛果, 故能超越此二种生死。 有海, 有就是三有, 三有之中生死相性, 无有尽其犹如大海, 不见彼岸的编判, 难以度业, 所以称为有海。 有海就是有生死之海, 有三界之生死之海。 业就是善恶等业, 爱就是任业无名, 以此无名, 能令众生造作诸业, 所以称为嫩业。 因此, 这个爱就是贪的意思。 爱就是贪爱的意思, 所以这个世间贪不得, 有贪它就一定有生死。 无知就是无名, 为嫩生无名, 也就是根本无名。 什么叫做嫩生无名呢? 这个种子你只要有水分, 它就知嫩, 它就会继续抱这个芽出来, 这个叫做根本无名。 以死无名为一切生死的根本, 所以称为任身无名, 或者是根本无名。 235页超度, 超越灭度, 由于菩萨顿见至心, 勤妄或尽, 所以能超度以上的种种生死之因。 这一段就是注释, 前面师傅都大量的, 详细的讲过了。 一贯, 235页第三行, 最后一贯, 其以有登地之相的大菩萨, 修如实行。 以智慧利益善巧方便, 分别注地向, 绝了断定诸佛所说一切, 法迹以及百八迹之异离, 无有疑惑, 因为都是见心嘛, 见道真辱嘛。 此菩萨负义无量佛所, 修极最殊胜无量无边的善根, 竭令成熟, 这一句话就可以安慰大家。 你今天坐在台下, 决定是功不堂卷, 因为你的善根慢慢的一直在成熟。 以佛慧祭祖故能理智八世心中, 所限无名妄想, 世流之虚伪习气, 如是菩萨, 唯如是修行故, 愿作于三年寂静之处, 以地地中以下, 中丧之次地, 如是严修, 见识转圣, 此菩萨事实便能, 以入地后之限量, 真知, 照见其智障世心中, 无始至妄想的种子 以现行的习气, 流逐不断, 必是由侧见智心的种子习气, 当体击灭, 故得十方无量插头的祝福如来, 为之贯点, 就是你够资格了, 受佛职位, 得自在智慧之力, 其种种神通三昧, 且有诸善知识, 即诸佛职为其见书, 围绕世周, 毕菩萨以自心意义士, 所行的境界, 以为是自心所限, 空无自性的六层境界, 以及以八世心, 即自心限制六层境界, 所起的种种希望分别之想, 皆能如实造了。 世故比菩萨, 能以二种生死, 三有之大海, 善恶等业, 欲爱及根本无名, 如是等苦因, 都已能超越灭度。 世故大会, 诸修行者, 应当千尽最殊胜之善知识, 而得比教授, 以便其如是最殊胜之修行。 全论最后, 一句说, 诸修行者, 应当千尽最胜知识, 这是挺重要的。 马明菩萨说, 诸佛法者, 有因有缘, 因缘继组乃得成办, 修行人, 内以本觉心发为正因, 外以私有, 欠发为助言, 乃得成就一切。 出世之事也, 然而至此末法时期, 若不得最胜知识之因, 这需求其诸佛菩萨, 慈悲色授, 互念加持, 而以最胜之教典, 为最胜知识。 大陆有一个人, 出歇佛法, 他每一天他都在祈祷, 就是我生命很有限, 我时间真的很短啊, 我很怕生死, 我想了生死, 希望啊, 那时候我没有碰到, 师父的光盘, 希望呢, 让我找到一个, 善知识, 我一辈子啊, 就节省时间, 然后就一直求, 一直求, 后来, 拿到了师父的光盘, 还有书, 他说, 那这个就是, 我想要的, 他说, 我在求着佛菩萨, 还真灵感, 结果他看了以后, 以师父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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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相应, 大陆讲特相应, 少了一个扁, 非常的相应, 啊, 他充满的法喜, 也很感谢师父, 这些, 接下来几个字, 你特别要小心, 切莫辖尽世俗, 典籍外道之说, 那些不能让你了生死的, 千万不要碰, 如所谓的哲学者, 这行而上的学问, 徒子纷扰, 要目中一世, 不究经义, 为什么? 不究经义, 就会徒子纷扰, 乱所修学, 以莫杂学, 以莫杂学, 且以智树系, 所修善根, 足以大悲愿力, 如是精勤, 一心, 唯一心之尽, 唯一心之尽, 什么意思? 因为周无外境, 跟外境无关, 修行, 但能关心, 只了成佛, 你能够照见这一颗心, 你就是成佛, 唯一心之尽, 已经无关, 问题在你的心, 你怎么善用心呢? 造了一切, 皆是心中所现的妄想像, 偷偷放下, 久之, 当有可观, 至静静, 至静静, 因为它刚好一个段落, 我们下次三个, 又在十二月二十九三十, 所以中间这个不能断, 断了以后呢, 在十二月二十九三十, 又重处再来, 因为我太了解你们的程度了, 所以, 二十九号, 又再来一遍了, 就麻烦, 我们把它讲到一个段落, 五点四十五分, 然后下次上课, 十月二十九, 十月三十, 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小哉在座, 诸位法师, 小哉在座, 诸位护法记事大德, 回向, 本讲堂小哉点灯, 及亡灵牌位八度者, 回向, 南陀阳昂德山士那谷塔, 一切亡灵, 回向, 化年复兴士那谷塔, 一切亡灵, 一起念, 上报是总恩, 夏季三独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依报生, 同生极乐果,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帝年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生, 不对菩萨为伴侣, 下课。 调 editor 曲之后?